大家好,我是林寶慶 我是亞洲大學100學年度的碩士班畢業生 我現在是在ETC遠通電收當資深工程師 其實在我的人生中有三個轉捩點 第一個轉捩點對我來說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在我98年度的時候 在亞洲大學念碩士班 在念碩士班之前我是一個講話沒有什麼邏輯 也不會有太多想法的人 在進碩士班的這兩年 我還蠻幸運的可以遇到一個老師 這兩年他把我訓練得很好 除了在寫程式方面讓我有一個自己的想法之外 更重要的是讓我在思考上 不管是生活還是在事情 都可以有邏輯性的思考 這一個對我的找工作幫助非常非常的大 有一個很直接的例子 有一次我在我們公司 那有一個國外的Present的機會 那那個時候原本主管就說 我們這一次呢全部都用頭文片 然後我們先用中文 那大家試著上去解說看看 那大家解說完畢之後 主管就說 那我們試著用英文來說說看好了 在這個緊急的轉換過程中 讓我想起在我研究所的時候 我們老師曾經給我們類似的練習 那也因為這個機會 那讓主管對我有比較多的認識 那在研究所這兩年 我學到了程式語言還有程式邏輯 更讓我在遠通電收有非常大的幫助 我幫助遠通電收開發一套軟體 安裝在整個高速公路上面 每一秒鐘都在做辨識跟檢查 每一秒鐘輸出的結果 可以在短短的一分鐘以內 調整高速公路上任何一個設備 那也因為這樣子 我從原本的基層工程師 再來三年三年半吧 升到了資深工程師 那現在只要有專案問題 主管也會優先找我 那請我幫忙規劃 還有請我幫忙協調 那大概在上上個禮拜吧 我們有跟Intel合作一個專案 那那個時候這個專案很急 那這時候主管跟我合作之後 我們大概忙到了晚上九點多 那主管就問我說 你覺得可不可以 我說應該沒問題 主管就說好 我覺得你說沒問題 那就應該沒問題 所以我們也很順利把這個案子解決 那在亞洲大學的這段時間 除了由我們一般的求學過程會比較辛苦之外 老師的幫忙還有學校的環境 給我們非常大的幫助 在我工作這段時間 我認為未來是大數據 工業4.0的時代 世界在轉變 不知道你們跟上了嗎 我們的手機不離身 我們很常在用APP 會不會有一天 在電腦螢幕的對面的陌生人 會比你媽媽還了解你 智慧程式現在在推動 那智慧程式到底可以有什麼樣的應用呢 工業4.0可以帶來我們什麼樣的轉變 AlphaGo Zenbo Paper 現在即將取代我們 那在機器人即將在20年大量生產的情況下 我們還可以有什麼樣的機會 在這裡 亞洲大學資工系可以告訴你 人生如果沒有夢想 就跟嫌疑一樣 成功的起點是夢想 終點是堅持 亞洲大學可以 在這4年內陪著你完成你的夢想 4年陪著你堅持到底 亞洲大學資工系歡迎你 謝謝